中共在國內實行嚴格的網絡審查 並禁止民眾訪問境外網站 以及使用推特、臉書等社交平臺 但是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日前卻對外聲稱 中國的互聯網是開放的 這以來網民的嘲諷 1月13號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在例行記者會上說 很多中共駐外使領館及駐外官員 都開通了推特等境外社交媒體帳號 以便能對外進行溝通 更好地介紹中國 甚至聲稱 中國的互聯網是開放的 引來大批網民嘲諷 有人說 14億也是翻牆 才能看到你今天的說話 多麼的諷刺 還有人說 14億中國人可以證明 中國政府 騙子是站在臺上的 眾所周知 中共建造網絡防火牆 對海外自由信息進行封鎖 境外社群網站 推特 臉書等 在中國都被屏蔽 網民必須使用突破網絡封鎖的工具 如動態網提供的自由門 無界瀏覽 還有一些網絡服務商提供的虛擬私人網絡等 才能翻牆訪問這些網站 前大陸公民記者 網絡工程師周曙光表示 中共說這些駐外官員的社交媒體帳號 只做中共官方的單向信息輸出 不斷的輸出中共意識形態 並不與民眾交流 是為了宣傳而來 據瞭解 中共駐外官員發布的資訊主要以工作為導向 其中87%的推特賬戶都不使用回復功能 目前擁有推特賬戶的中共外交官大約有30人 他們主要是派駐各國的大使 其中駐美大使崔天凱和駐英大使劉曉明的推特賬戶叫活躍 但都是為了執行中共大外宣的任務 崔天凱曾發推文稱 到2020年 中華民族將有史以來 第一次消除絕對貧困 有網民反問 一個月收入就兩斤豬肉錢 那件不貧困? 劉曉明曾在推特中 未被西方國家抵制的華為公司站臺 要英國使用華為5G產品 也被加拿大哈爾波達大學中國研究院 高級研究員約翰斯頓回槍說 如果希望華為被接受 請先撤銷國家情報法 它鼓動它去上這些海外媒體 它就是一個大外宣的這個作用 中共鼓勵外交官利用海外社交媒體 進行中共大外宣的同時 對中國大陸的普通網民翻牆卻嚴厲封殺 很多人因在推特等網站發言 被中共國報警察傳喚、拘留甚至判刑 互聯網觀察人士骨盒披露 中共專門製作了很多有後門的VPN讓網民使用 並在使用過程中跟蹤、監控 一旦有網民使用VPN發布了對中共不利的信息 警察很容易就能夠追蹤到 然後把它抓捕